带着手机按了按 可别以为这些人在玩游戏 随着春节将近 他们可是毛起来透过手机抢红包 大陆网络红包大战可说是越发越戏剧化 今年光是支付宝就宣布发出1.56亿人民币现金 与5亿人民币红包购物券 算一算约30亿台币 而腾讯也不甘失落 宣布砸下5亿人民币现金 和30亿人民币的卡券红包 后来再拉上手机通讯软体 宣布以总额65亿人民币的红包对抗支付宝 但即便如此 还是有许多用户大探根本抢不到 我没有抢到 我抢了两个账号都没有抢到 抢到一个5块钱的红包 但是要绑定很多内容 正因如此 用户们纷纷痛批这根本只是互联网的噱头 让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 15号透过微博表示 将在除夕夜 透过微博与阿里巴巴的APP软体来往 加码发送999999个红包 让网友戏称支付宝屠如其来的大手笔加码 分明就是趁除夕夜突袭为信 看来今年大陆互联网的红包大战 还真是陷入一场竞争激烈的厮杀战 这影片与众个报道